對 其實中國人真的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民族 舉凡遇到可以買單的地方 例如在餐廳裡面 或者是像這種 搔旗市場也好 常常看到兩個人 真的面紅耳赤的 其實如果你朋友 真的很坚持的话呢 那你也就恭敬不如从命 只要跟他说一声 If you insist If you insist 如果你坚持的话 那我就让给你买单咯 Hello If you insist Can you stay a little longer? We have a lot more slides to show you Okay And can you stay for dinner? Well, if you insist Good Now let's begin with some of the slides taken on the fishing trip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If you insist 如果你坚持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棒 非常值得学的句子 因为它可以适用于 各种不同的情况 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因为主人的热情如火 然后所以我们就 恭敬不如从命地留下来 或让人家去买单 但其实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例如这种属于 摇贵街市里的情况 例如一群人正在吃饭 吃到甜品 只剩最后一块蛋糕了 大家都不好意思吃 每个人都说 那你来吧 你来吧 你来吧 后来就有一个牺牲者 跳出来说 那不如我来吃吧 他就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坚持的话 那就我来吃吧 除了 如果你们坚持的话 之外呢 他也可以说 如果你扭断我的手的话 我就勉为其难地吃了 这就是属于 摇贵街市里的说法了 我会说 如果你们都请不吝点 你们坚持的话 他们都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